1449年 明朝皇帝清征瓦剌 惨败被俯 举国拒阵 数千里之外的岭南 十几万流民发生暴乱 很快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佛山 当时佛山是一座 买手发展工商业的城镇 这是一座没有设置官府 没有修建城墙 没有布防军队的城市 随时面临轻浮 前军一发之际 来自佛山22个社区的民众 自发抵抗 他们召集民间习武有素 善用刀剑的忠义知识 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英勇抵抗 用生命构筑起这座城市 最后的防线 从此 忠义乡也成为佛山的 另一个名字 1614年 佛山沿袭上武中义的传统 成立了地方自制武装机构 中义营 系统组织训练相拥练武 抵御外来侵犯 依靠民间自治 人人练武 成为了佛山民心安定的基础 也催生了武术的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